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伴随陈继仁博士生前最喜欢的音乐曲目 数百位亲友 同事及师长同窗们 在音乐声中共同穿越时光隧道 缅怀感念这位无私奉献的清华杰出校友 国硕集团永远的创办人陈继仁博士 我们是要向这位全新奉献清华的杰出校友 至上其华实声最崇高的定义 曾经人杰出校友 大学 硕士 博士三个学位 九年的清占时光都是在清华材料系路过 与母校的感情非常深厚 在事业极为忙碌的时刻之中 仍然大力支持清华各种校务提息无数后继 他担任校友会副理事长 清华业界导师 清华学堂讲师 材料系领袖财子计划 评审 繁忙的工作等等 同时更是慷慨赞助清华实验室 续日奖学金 校友体育馆等等 无私奉献 不遗余力 他的温暖 真诚 坚定和热情 种种心仪都将永存于所有清华的师生 校友 行踪 他是清华校训 自强不息 厚得载物 最佳典范 他是道道地利的清华人 是清华永远的骄傲 国硕与清华重要人士齐聚 包括国硕集团陈济明董事长 硕和黄晨宇执行长等高阶主管 昔日创业及合作伙伴等 企业领袖云集 清华大学贺诚红校长 陈丽俊前校长 校友会曾子章理事长 以及十一日同窗好友等 也都不惜远到专程出席 既然他在清华待了九年 除了高雄以外 在新竹的时间比在高雄还多 非常谢谢清华老师的照顾 陈济元博士 1989年博士班毕业后 即进入工研院服务 服务期间在非常客难的条件下 开发可记录一次型的CDR光碟 成就了台湾光储存产业 世界第一的产业地位 并获工研院研究成果贡献奖 1997年 他与同学共同创立国朔科技 普成立三年 集于台湾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 为台湾成立最短时间 即挂牌上市的上市公司 2004年 国朔科技开始投入太阳能的材料开发 2008年 将导电浆部门 分割设立硕核电子材料 由陈继仁博士担任董事长 兼执行长的工作 成功打造硕核电材 成为台湾结晶系 太阳能电池铝浆的第一品牌 同时也是世界前三大的铝浆供应厂 除了动人心弦的乐音 受邀谈话的包括 亲如家人的陈立俊前校长 这位清华的同仁同学 既然离开我们快要半年 这个期间我们从无比的哀痛 渐渐渴为思念 我想我们亲友清华的同仁同学 都应该非常庆幸 我们有这一位 杰出卓越 爱家 爱笑 爱你 的亲友 笑容 同门学弟 同时也是材料系主任赖志黄 昔日同窗好友 莲华电子陈祖谦处长 茂迪股份有限公司 吴志雄副总经理 还有高雄医学大学陈树惠教授 同时也是国朔监察人 他是陈继人博士大姐 两人相差十岁 姐弟感情极为深厚 以及深知并跟随陈继人董事长 14年的国朔集团 江淑惠副处长 江维维到来他所守之的 陈董事长处世之道 本次音乐会的调性 温馨感性却不感伤 因为生命或许有限 爱与感动却是永恒 是谁 在敲打我窗 是谁 在撩动琴弦 在撩动琴弦 是谁 在撩动琴弦 在撩动琴弦 是谁 在撩动琴弦 在聊的情形 秘书处采访报道